Hello 大家好 我是思古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 今天是5月21日星期六 對於部分觀眾來說 今天可能已經放假可以休息了 今天天氣是27度 陽光普照 今天早上起床時都覺得天氣相當溫暖 相當舒服 我都不需要再蓋著比較厚的皮 可以換一張比較薄的皮 總之今天天氣是爽舒服 如果大家可以去做運動 畢竟現在做運動不用戴口罩的話 都方便了很多 跟大家說一下昨天的確診數字 昨天有243宗的確診數字 當中26宗為輸入個案 涉及了一宗進入社區後檢測才確診的個案 相信這是復陽的 另外變種病異 變異株BA.2.1 2.1的新增個案 有11宗 包括一對由美國底港的夫婦 在社區檢測後才確診 他們居住的南桂坊酒店 九餘坊檢疫酒店 衛生署後發現了一對尼泊爾父子染疫 懷疑酒店有爆發 那對染疫的夫婦 在社區第六天才被驗出確診 他們在5月10日至15日期間 去過太古城的麥當勞 北角新都城大家樂等11個地方 全部都納入了強制檢測公告 另外昨天也新增了4宗的死亡個案 學校的陽性個案情報 亦有18宗 因為井仔每天都跟大家說 有多少確診個案 所以見到現在是243宗 再加上有26宗的輸入的話 所以現在香港的疫情 暫時還未像港大的專家說到這麼悲觀 因為大家是一起經歷著 由200多升到300多 接著現在就再由連續三天的300多 慢慢跌回到200多宗 還有今天也跌到243 所以大家見到 港大那邊是沒有再提過 即時繁殖率 因為計算一條數 現在的即時繁殖率應該是小過1 但我就不明白 為何傳媒沒有特意 去將這件事和各位去說呢 好像永遠就是 一些事情嚴重的時候 才在跟大家說 即是不停和大家散播恐懼 而不是和大家說 現在的病毒感染率 跌回到1 未必會有爆發症狀 不見他們會有這些 總之要嚇鬼的時候 就不停拿一些數字出來 到現在回落的時候 那些數字就收回不再說 即是怎樣 即是等於報憂不報喜的情況 不過不要緊的 有井仔在這裡 我都會把我自己看到的東西 跟大家去說 下一則新聞 有個18歲的男生打機 在家打到個人直接走 究竟是什麼事呢 在洪水橋洪福村洪樂樓 一名18歲的青年 昨天懷疑自己一個 在住所玩Switch 遊戲機的健身環大冒險的遊戲時候 不小心跌倒 母親回到家的時候 發現兒子頭部受傷昏迷 就當場不治 有專家指出 即是進行家居運動的時候 應該要注意個人能力器材和環境安全 尤其是說 究竟地面會不會容易滑腳 建議就算在家做運動也好 都應該要穿上運動鞋 其實這個年輕人 即是他現在所說的打機死了 和大家去想那種打機 是不是一樣的呢 其實就不一樣的 即是我們傳統去想那些 因為玩遊戲 打機打到一聲暈倒 是說這些不停左打 又打又上路下路那些 但是他這隻是說健康的運動 健康的遊戲來的 即是拿著健身環 然後在做運動 又左跳又跳 是自己本人跳 不是遊戲角色跳 所以有不少的人都會用這些遊戲 即是視作為減肥 或者是真是一個挺健康的動動 但是很可惜 即是他今次在做運動期間 就是不慘地滑倒 跌倒 跟著頭這樣 不知前腦還是後腦 撐一撐 再加上家裡沒有人 所以就搞到這樣離開了 即是其實這宗新聞 你可以當它是說 有個年輕人在家裏做運動 然後不小心滑倒 然後撐倒 然後就離開了 即是媽媽肯定是傷心死 因為還要是說這一個男性 是剛剛才考到入大學 正常來說 家人應該很開心 哎呀 兒子現在讀大學一年級 剛巧下課後 回家打機 結果就搞成這樣 家人相信心情也很難過 這一個大家要留意一下 在家裏做運動的時候 都要小心一點 不過這些又真是很難說的 即是就算你做不做運動都好 那你在家裏走一條直線 你也有機會跌倒 那你跌倒再加上家裏沒有人的話 那其實要走就是走 那算了 這些很不幸的事情 那就不再說了 好了 講下下一單的新聞 和騙案有關 一個住在麗德邨的19歲男生 被上海警察說他犯法 這個人五度轉帳證明自己清白之後 才發現自己被人騙了200萬 很羨慕 那些人有200萬被人騙 你叫我拿2萬出來 我都會很牙痛很大困難 我不明白為何有些人可以有200萬被人騙 那跟大家看看這單新聞是怎樣 究竟所謂的上海警察又是什麼來的呢 在昨天早上11時 在大坑麗德邨的麗潔樓一個單位 一名19歲的男子接獲一個陌生來電 對方自稱是衛生署職員 其後把電話駁至上海警察 對方說男事主涉及了一宗罪行 內容指在上海開納了一個銀行戶口 去做一些非法籌款的案件 要求事主使用通訊應用程式 Let's Talk去進行調查 並且要求他分別把款項轉帳以證清白 男事主按照指示 在5月6日至5月17日 分別5次透過自己的銀行戶口 將200萬港幣存款 傳入對方指定的三個戶口 不過最後他才發現自己受騙 直到今天致電上海警察查詢案件 對方才說沒有記錄 於是他才愚夢初醒 去與香港警方報案 經過警方初步調查 案件以欺詐手段取得財產 交由東區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一隊跟進 暫時未有人被捕 我讀完這宗新聞之後 我自己就會覺得 這個19歲仔 是否曾經在他17歲或16歲期間 即是在香港19年的時候 曾經做過一些眾籌行為呢 即是如果你19年沒有說出去做什麼做物 你沒有說什麼曾經是 我不理你騙人錢也好 還是你是真心去眾籌 所謂去幫助手足也好 我都會下意識就是覺得 他肯定是幫忙接過這些款項 所以他才會這麼害怕 如果你有200萬 而那200萬是你自己做了十幾二十年 很辛苦存下來的 你肯定知道自己的錢 雖然對手是骯髒的 但錢一定是清白的 還有這麼辛苦做了十幾二十年 這件事怎麼會這麼容易給你200萬 通常那些什麼錢才會這麼大 可以這麼容易派給別人呢 通常就是說 例如你買綠合彩中了 那你就很豪氣嗎 可以過錢給別人 再不是的就是這些 根本的錢都不是屬於自己找回來的 而是說那些非法得益的 所以你就可以這麼輕易轉200萬出去 所以我覺得警方 除了要查一下 那個所謂上海警察那些 騙人的東西之外 即是這個19歲的人 究竟他那200萬的來源 怎樣得回來呢 會不會是牽涉19年 他也是其中一個白手套 去為那些所謂手足提供款項的那些 正常來說 真的沒那麼順滩 而且都不相信他會有那麼多錢 會那麼容易就轉了出去 肯定是新有市的人 才那麼容易把這些錢轉出去 還有什麼銀行 非法戶口 非法眾籌 根本就是跟19年那些 如出一切 我甚至乎會懷疑 根本就是龍女雞作反 例如其他所謂的手足 知道他曾經收過錢 等幾年之後 再用一些手法 瞄著這個人 就說他 我知你非法轉帳 非法籌款 所以你現在就過些錢給我 我就可以保你平安 如果跟19年無關的話 其實都要查一下 究竟這個19歲仔 他本身的行蹤 會不會跟快餐車 跟有背景的人士有關 例如說 會不會就是 好像每日井仔 跟大家說的 跟藥物有關的新聞 他是負責 收錢 洗錢那個 所以才會那麼順滩 把這些錢丟出來 這些全部都要查 下一則新聞 荃灣AK 威威豬肉佬 正式出道 分享下廚心得 做新一代的 師奶殺手 大家都知道 阿威威近日爆紅 有不少的家庭主婦 冒名而來集有黑招 還故意跨區買豬肉 為了一督威威的風彩 更加有粉絲開設 荃灣鮮肉威威應援團 群組會員人數 已經多達一萬人 相當之厲害 隨著阿威威人氣越來越高 已經有不少媒體對他關注 令到他一躍之下就變成明星 然後阿威威在前天 就開設官方的社交平台 Instagram YouTube Facebook 每樣都有 並且上載影片 跟各位網民打招呼 當中也透露 自己會在這些媒體 分享煮食的心得 和日常生活 隨後更多謝粉絲們的支持 而威威的粉絲更加激動 到不停留言 是威威真人 Oh My God 威威也在Instagram下 留下自己的聯絡方法 表示會接受工作要約 未來阿威威會不會出道做明星 這個就相信都幾大機會 例如無線 會不會邀請威威 和阿鼎爺一起做廚房 豬肉煲湯 豬肉點點點 那些全部都不出奇 但我自己很羨慕 大家都叫做透過網絡去賺取一些收入 人家突然之間一躍而升 有很多會員 因為與政治無關 所以很容易接到一些廣告工作可以去賣 不過沒得羨慕 有些事情就時來運到 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即是突然之間 不管是安排也好 還是什麼都好 既然他紅了 應該要珍惜這個機會 努力去賺錢 好了下一單新聞 奪命車禍 沙頭角公路女子被Tesla撞飛3米身亡 司機被捕 在粉嶺發生了一宗奪命交通意外 昨天晚上8時 警方接報了沙頭角公路附近對出的行人路 一名中年女子被私家車撞至重創昏迷 被送到北區醫院後證實不治 警方正在調查事件 網上流傳現場的照片 可以看到有人躺在馬路邊 多名熱心市民上前了解 警方封鎖現場調查 攝氏白色Tesla私家車 左邊車頭凹陷擋風玻璃爆裂 藍司機涉嫌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被捕 他通過酒精呼氣測試 現場遺留了大片茄醬 還有一副眼鏡 現場消息指 當時私家車上的二十多歲男司機 再有一個乘客 洗經上指時 行人過路處 撞到女子 不過暫時還未知道 有沒有人未按交通指示燈過路 這件事就需要再做調查 司機是相當年輕的26歲男性司機 另外一個女死者就是姓歐的57歲女子 為何這宗新聞會放得比較前 因為這些媒體針對著車種說 Tesla 因為Tesla的電動車 其實跟各位觀眾 普通駕駛的車是有不同的 例如普通汽車的話 你遇到什麼突發情況 你就可以去踩駕駛 但據我所知 Tesla就好像沒有踩駕駛這件事 即是你要駕駛急停的話 就是你要鬆開腳 但對於很多本身有駕駛的人 他們的駕駛習慣 遇到突發情況 例如有人衝出馬路的時候 大家不多不少下意識的腳 都會這樣踩下去 有時候一踩下去 不單止沒有踩到駕駛之餘 亦是令到車更加重馬力撞下去 所以關於Tesla 在香港馬路上來說 大家都是對於它的安全性 會有疑問 不是說Tesla不安全 而是說Tesla不同的給油模式 令到很多司機在突發事情出現的期間 不單止沒有停車 相反就踩下去 令到這件事 是朝著一個更加租高的方向發展 不過現在Tesla的車 有沒有再去有什麼新改善 為了去迎合香港司機的一些駕駛習慣 而去做改變呢 這件事我就不太清楚了 不過我就知道Tesla 很多時都會被其他人救病成為公路炸彈 不過井仔我就沒有車牌 亦都對車沒有什麼興趣 所以我的了解亦都是頗為片面的 好了 下一單新聞 有個旺角男子 由踏彭堂樓跌落去昏迷 警方在現場首獲而似是爆竊工具 在旺角發生了墮樓案 在今天凌晨三點的時候 一名男子就由上海街703號的唐樓高處墮下 飛墮後巷之後 在一樓的天井那裡就躺在那裡 居民聽到巨響之後就揭發事件 於是就慌忙報警 警員到場之後 由救護員將他送往伊利莎白醫院搶救 當時他就陷入昏迷狀態 據了解 攝氏的堂樓是搭滿了棚架 警方就在現場找到爆竊工具 正在調查和案件有沒有關係 其實這宗生物都暗示了 就是看到你這棟大廈裝修有棚架的話 想著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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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 还要说他现在一元都找不到,还要跌下去昏迷 都不知道将来又会不会有后遗症 当他醒了后,警方又会对他进行调查 虽然我都知道经济不好,有很多人很等钱花 但都不是用这种挺而走险的方式 就当你不失手也好,你都不是即时变大富大贵 但失了手的话,你就一世了 这些大家千万不要去想 不是说不要做,想都不要想这些状况 下一单新闻,有七个长者代入了猜猜我是谁的骗案 损失了79万 警方拘捕了一名47岁的男骗徒 好了,这些猜猜我是谁终于都可以捕捉到一两单 都可以振奋一下我们,即是香港人的士气 警方接获受害人报案 在5月6日至19日期间 接获猜猜我是谁的华尔骗徒来电 骗徒声称是受害人的儿子 现在自己被警方拘捕 要求受害人到指定地方交保释金 案中涉及7名受害人 年龄涉及69至89岁 牵涉到79万金额 港岛总区刑事部人士接手调查后 根据善报及深入调查 在前日湾仔区 拘捕了一名47岁姓韻的本地男子 涉嫌以欺诈手段取得财产被捕 这人正在被扣留调查 警方指事件仍然在调查中 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警方表示如果以欺诈手段取得财产 一经定罪最高便可被判处监十年 市民切勿以身示法 警方表示现在越来越关注电话骗案 亦都跟各位市民说 但凡有任何人自称是内地政府 执法机构人员 并且要求受害人交出银行和個人资料 或者是经过电话自称内地政府 或者是执法人员 要求受害人开始一个银行户口 证明自己清白的话 全部都是诈骗 大家都要小心 警方又提醒 无论是内地也好 或者是香港警方也好 都不会要求任何人 经过电话或社交媒体应用程式 去进行不落口供 更加不会透过相关媒体发出通緝令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 因为这些骗徒很陰德 故意欺骗老人家 不太熟 骗别人的钱 其实别人交出的钱 全部都是血汗钱 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什么说话呢 我自己是很讨厌 我不理你骗钱也好 还是你赚钱也好 其实我的概念就是这样 有本事的人 就不会去跟弱者拿钱 你做生意也好 怎样都好 例如说 如果将来我有能力 可以去赚一些大公司的广告费的话 我就一定是会赚大公司的钱 而且赚起来我也不会有什么感觉 但相反 如果是一些个人的小商户 那些 老实说 就算我现在是很窮也好 但我也不忍心 跟一些小店铺 小商户 那些 就是想要如何去赚他钱 那些 就是完全不想这些 要赚的话 就是赚一些金矿 赚一些水猴的钱 那去赚一些弱者的钱 就是赚也好 验也好 也好 其实都是很折舵 我表示了 根本就是一个废茶的表现 有能力的人就是出去大海赚钱 赚自己人 赚那些 即是鸡毛蒜皮的人的钱 那些 全部都是垃圾 你不是去到山穷水尽 真的差了一点点钱去开饭的话 都不应该去做这些事情 我不是说验人钱 我说赚人钱的角度 这样算 不是说所有东西都要验一点点 总之这些就很肉酸 就是希望警方可以重判一下这些 猜猜我是谁 就是你说罚过五年都不是很过分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屯门两间新开张的店铺 被人林洪有收拖地 35岁一个非裔的黑汉 涉嫌刑事毁坏被捕 一名有背景的菲律宾籍香港人 在上个星期日 15号的时候 在屯门区的两间新开张店铺 林洪有 希望别人要去给些拖地 警方经过调查之后 在前日以涉嫌刑事毁坏 拘捕了这名男子 正在调查事件 是否有人在背后操纵 或者是有其他的团伙 新开的两间店铺 分别就是买蔬菜和鲜肉 都被人收拖地 你猜现在还是八九十年代吗 现在有香港警察在 还有你能有的那些 大把闭路电视拍了你的行钟 所以没得走 隔了四天就已经捉到人了 学人收拖地 这些真是傻鬼了吗 好了 再下一单新闻 大角咀的偷铁党在现 商场出面大概 一万多元的省渠盖都被人偷了 在昨天 在昨天早上九点四十六分的时候 大角咀利特佳十一号 利奥方商场地下机房兑开的一排渠盖 不逆而非 商场的职员就报案 警方到场调查之后 证实了七组十八寸乘十寸的不锈钢渠盖 被人倒去 价值一万元 相信是偷铁党所为 最后拿了这些渠盖去当冷铁变卖 不过由于现场是闭路电视的盲点 所以就未能够拍下案发的过程 很明显那些人有预谋去行事 瞄到就是说 你这里就没有闭路电视的 可以方便在那里作案 其实我也是觉得 这些偷铁、偷坑渠盖的案件 又是一个社会上来说 很浪费的行为 这个渠盖 别人公司去跟别人买的时候 就价值一万元 但当你为了自己一己私利 把它变成废铁去变卖的时候 如果你说你都可以变卖到万多元 都算了 但到头来这些 最多 最多就只可以变五百多元 把万多元的东西 就特意把它变成废铁 变成五百多元去卖的话 即是当中 对于整个社会 是无故事消失了 接近九千五百元价值的商品 就只是为了一个人 他自己的五个水 接着他拿着五个水 可能吃几餐饭 基本上五百元就没有了 所以这些事情是很浪费 很浪费 我记得我上次听到 这些偷渠盖的事件 可能是十几年前 因为之前十几年前的那段时间 有些人狼死到 是连政府的眦渠盖都偷的 接着政府的眦渠盖偷了之后 会造成什么呢 就是有些人走路的时候 不小心踩進去甚至掉進坑渠 另外有些是專門偷馬路那些 偷了之後那些車子這樣駛過去 未必會即時爆胎 但你說令到胎受傷或者令到車失控 我都是有聽說過的 那時候是真的偷坑渠蓋那些 好像是說很多內地下來的人做的 他們覺得香港滿地黃金、渠蓋那些免費任偷可以換錢 香港政府派錢 當時都引發了不少社會性的意外 特別就是因為這樣駕車而失控 或者因為這樣跌了下去渠蓋受傷的人 你當時就沒有那麼多閉路電視 又未必可以抓到那些人叫他們賠錢 但這些完全是社會寄生蟲的行為 他搞得社會困難 但他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很大得益 是不是變成很富有呢 原來不是 都是賺這些雞毛蒜皮的錢 那不如這些人 老老實實你不行的 你就拿中環 再不是的 你也有能力去偷渠蓋的話 你去地盤找一些雜工 藍工那些 我想就算人工再低也好 都應該有得給你做的 總好過 你現在就浪費了社會價值 然後 還要被人通緝 說回10年前的偷渠蓋 我印象 因為那些人是專門瞄著政府渠蓋去偷 所以那些收買佬都害怕 因為當時那些收買佬 都是說有一兩個是被警察抓了 因為他們保管拆裝 是有政府渠蓋在 所以那些收買佬都開始醒目 就是說如果看到你的渠蓋 即是你本身拿渠蓋過來 已經是不合理的 肯定是偷回來的 再加上政府渠蓋 是有些政府的logo 或者是那一類的樣式的話 很多收買佬 廢鐵佬 大家都有個共識 就是不會去收 之餘 隨時暗地裡是會報警的 所以我也好奇 究竟為什麼還會有人偷的 即是表示還有人接裝 所以這宗案件 一旦再查下去的話 可能會隨時將一個 集團式偷渠蓋的集團 一鋪轎起 因為現在你還要找到別人 幫你接拆裝的話 其實很難的 除非 本身他就是一個賊 是他指使你去偷些拆裝給他 那就另當別論 好了 下一宗新聞 原本這宗新聞 比較重要 其實應該是要擺去一些 靠前一點的位置 說的 不過就擺後了 那就不要緊 一名深水堡的中學任教的 籃球隊的教練 多次是以按摩 和了解肌肉發展為由 邀請校隊的學生 去到家中 並且 做出那些 古靈精怪的 那些行為 好噁心 我讀不到出來 總之會幫那些學生 去拍照 那些照片 是否像井仔那些 穿着衣服那些 大家明白了 甚至乎 要求學生自拍 發給他 警方就接獲一名16歲的受害人報案之後 立刻就已經抓了 又是26歲 最近那麼多26歲的人犯案 剛巧我也是26歲 有點擔心 警方就捉了這個涉案的26歲 何勝本地男子 還有 井仔剛才所說的 其實全部都是 男子籃球隊 和一個男性的 男教練 這宗新聞 亦都是不其然 令人想起 就是 那宗 在女校 然後 自己看片的 那個男教師 當時 說女校 惹起 大家很多關注 但現在就是男男都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經過警方調查之後 揭發了原來受害的人數 高達10人 所有的男生都是來自同一間中學中二至中四的校隊男生 據了解 被捕的男子 任職試應 兼職籃球教練 在深水埗一間中學的籃球校隊任教 總之這些就是相當之噁心 甚至乎警方在他的手機中找到一些片段 懷疑他已經剷除了部分的照片 不過警方也正在恢復檔案 不排除會發現有更多的受害人 警方也在此作出呼籲 家長應該時不時需要留意兒童的情緒變化 如果發現自己小朋友突然之間情緒有些變異 或者就是說 如果教練是用教練的身份去叫他去一些非訓練的場所 或者其他地方去見面的話 如有需要就必須要 去報警求助 或者向學校了解去尋求協助 教育局也就著事件作出回應 會就著這件事去啟動危急應變小組 去支援受影響的學生 希望教育局這些事情可以幫助到那些男生 因為隨時可能會令到別人以後對打籃球這件事 是會有恐懼 即是以後都不打了 害怕 想起一些東西 每個人都有他們做運動的權利 希望教育局那些做一下事 或者就不要說了 因為過多幾個月都下班了 所以這些就算了 交給下一手去處理吧 好了 那Maii的新聞 放寬之後的首個週日 那些酒吧開回來 想不到 首個週日開回來 就已經有些人在酒吧那裏 即是爆發混戰 據報 在今日的凌晨1點 在北角和庫道74號至82號地庫的一間酒吧 據報有10多人大混戰 警員接報到場之後 找到兩名傷者 都是清醒的 警方就拘捕了一名 手持拐掌的男子 但是拿拐掌的那個男子 看上去是相當年輕 而且也不像是說真是禁不走的那一種 總之就有些人喝大兩杯 大家就很容易發生磨擦這些 沒辦法的 沒得救的 是不是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了 如無意外的話 待會子仔也會跟趙教授做節目 所以今天應該是一日四條片 又或者可能是明天一日四條片 大家就多多支持井仔 不是掃描以為馬 多點主動看下我的影片 因為 希望大家多看我的影片 因為現在被人打壓 不過對我來說 打壓就 雖然發生了 但是也要樂觀點 努力點 例如想多些不同的題材去應對 看看怎樣可以吸引到更多的觀眾 因為我基本上都是會繼續拍片的 除非去到一個地步就是 最後拍完條片 只有100人看 搞不定 要借錢生活 再算 但是 既然暫時 還未需要借錢生活的話 繼續努力 繼續拍多些好的節目 改善一下自己 令到自己有更多的物資 可以跟各位分享更多的知識 好了 我們今集節目就到這裡了 我們就待會再見 好 就這樣 拜拜 拜拜